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之前呢我们已经彻底的把苹果一带桌面级的工作站Map Pro呢 彻底的看了一下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它能不能实际呢 帮我们的干活 那首先我们就看它的剪辑能力 那剪辑呢关乎以下几个层面的东西啊 第一个是CPU数据的处理能力和速度问题 第二个是硬盘的读取速度 甚至说写入速度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主要关注的显卡的数据 或者图形处理能力吧 那么装在本机上的是来自ATI的HD7970 那苹果呢官网有推过 7950 还有那个当然了 早期的HD5770 还有N卡GDX680 那除此之外呢 可能就很少有发布了 原因呢可能是因为 苹果认为在那个时代呢 那些显卡我刚刚提到的 就已经能够处理那个时代的 大部分问题了 啊 那个时代是2K时代 顶多那2.5K还没到现在的这个4K 但时代变了 我们想看一下 它是不是能在现在这个时代 处理4K的 这个文件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 苹果呢虽然它没有发布新的显卡 但是呢有很多显卡呢特别是 A卡 就说A卡 它是直接在系统内部植入了那个免区文件 所以你装上去 就直接可以用的 那相比较呢N卡呢可能就有很多不支持了 只能外挂 自己安装某些驱动程序这样子的 那另外说回去A卡 A卡呢虽然说 除了苹果官方推的那些 其他也有很多可以用 但是很多可以用的当中呢 开机并不支持苹果logo 那这个苹果logo起什么作用呢 就是如果你有 比如说四五个系统 你每次应用啊可能要进到不同的系统 甚至微诺式 系统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小苹果呢你就 无法 就是进行一个开机引导选择你想要的系统 如果你只有一个系统的话那么直接用这个 呃就是 单系统的话直接 用一个不支持开机logo的但是又支持驱动的 这个显卡就足够了 那么今天来看一下他这款显卡 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苹果官方知识当中的 最顶级的配置了 当然了还有7970但那个功耗什么都不怎么好控制 所以呢我就拿这款 可以说7970而且是自己刷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刷 现在价格可以说二手是在400元左右 400元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具体 干活能力 OK首先呢 我们 看一下我们电脑配置吧 About this mac 看这个 首先是2.33GHz的 双路的这个英特尔自强处理器 它这个性能呢基本上可以跟2013款 也就是垃圾桶的这个CPU啊 单核CPU虽然 达到一个水平持平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CPU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对吧 麦克尔背后啊 就这台电脑 好 显卡CPU还有那个 硬盘 对吧 为了不影响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对比呢所以呢我直接把 我这个硬盘里头的素材直接烤到桌面上 而我们桌面上面的这个呢 速度可以达到1500兆每秒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就是速度测试 啊我们选择我们的桌面啊 看它读取速度 可以达到什么 固态硬盘 支持NVME格式的 另外顺带提一下我们的系统 是 SERIA 10.136版本的 当然了可能升级到最新的Mojave 可能会有一些数据上行为变化 好我们速度呢 停在这边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剪辑的是4K的25帧 可以说硬盘速度也是没问题的 对吧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显卡 能不能满足 好首先呢 第一个软件就是我们的Final Cut Pro X 这款软件我特别喜欢 我现在 因为我之前是一个Premiere用户呢 但是我现在呢 已经完全变成它的用户了 非常方便高效 好这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Rendering 我已经把它Pose 这样暂停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背景渲染 背景渲染之后呢 我们就 它是播放的 电脑当中的缓存文件 用的就是这个CPU了 CPU这一块 所以大家看我播放的时候 CPU是比较高的 它是用的CPU读取 但是这一块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有这种小蚂蚁状的这种 马格线 小虚线 这就说明它目前呢 还没有被缓存进去 因为我点了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播放一下 好 同时呢 我们在这个View这边呢 把Better Quality选上 这样 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出 显卡的出了能力 而不是说先生 画面的质量 保证它的播放速度 流畅程度 好停止一下看 对 可以说非常的跟手啊 我们这样的时候 看下画面 非常非常的跟手 而我这段素材呢 是Apple Pro Ray 4R BMPCC 拍的 而且是 呃 应该是10比特的卫生 那这个我们刚刚对照这个表啊 肯定就是 啊 你看1080P25帧 10比特4R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 那么我们再根据这个表呢 当中得出啊 按照道理剪辑4K 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这一段呢 有那个索尼A6300拍摄的 是S-Log3的素材 S-Log2素材 然后呢是4208比特卫生的 按照道理 也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我们先把它取消的 这是more的这个画面啊 我们从这边播放吧 好 大家注意看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是大家注意没有 在两个片段之间它出现了卡顿 出现了卡顿 所以呢这就很奇怪 因为 前面这边都是实时播放没有问题 啊 当然了 跟手性就不怎么强了 有一些迟滞 但这样还可以接受我大不了 慢一点对吧 但是 但是我播放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吧 大家注意看啊 但是呢 两个片段之间 注意看 第二个片段上来的时候就卡顿一下 然后又正常了 所以我就很纳闷了 硬盘的速度 没有问题 对吧 然后呢 CPU没有问题 也不关CPU什么事在目前啊 那么会不会 是这个软件的问题的 所以呢 我们这会儿要切换到Premiere当中 把同样的素材 对吧 同样的素材 放到Premiere当中播放 看看有什么变化 好看两个片段之间有没有卡顿 没有 Premiere当中 我的版本是那个 2019版本 2019版本 好再播放 也没有卡顿 说明什么问题 那就是软件问题了 同一段素材 对吧 一个可以放 一个不可以流畅播放 不就是软件问题吗 好 我们还会到 这个Final Cut Pro当中 好现在呢 我们 给它加点料 加点插件 看看有没有问题 这个插件可能之前加载过所以呢 缓程距离这时候微调一下啊 可以发现这个虚线就回来了好 这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 同时播放看看 没有卡顿啊 没有卡顿 注意两个片段之间 依然有卡顿 又不卡顿了 好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不是说我们这个播放速度的问题 也不是我们加这个 插件的问题 我即使加了插件 它还是可以播放 所以呢我在想是不是 Premiere 跟这个 Final Cut 它两个呢 这个 使用的技术 可能是有 不一样的 好我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 Final Cut使用的是MEDAL技术 那在最新的系统 10.142当中呢 是MEDAL技术 就是更加的依赖CPU来处理这个问题了 那么 我就回到Premiere当中 我看一下 能让Premiere流畅播放的 是什么 啊这个 应景加速呢 大家注意看啊 这边是不卡的 之前我们 看过 对吧 好 我们选择在Project Settings 这个General 我看一下 哦 果然我们是选择的OpenSeal 那么 是不是我们把它切换到 这个MEDAL呢 它也会出现 跟Final Cut 一样的现象呢 好 我们播放一下 诶正常播放正常播放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也没卡顿 稍微啊 如果大家仔细看呢 当然了情况肯定比那个 Final好很多 对吧 但是呢 还是稍微有那么戈登的 一下估计有一两秒的延迟吧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做了一个小尝试 我想呢 在MEDAL下 我给它进行调色 我发现 左调的话怎么没反应呢 软件bug吗 后来呢 我再 把这个MEDAL 切换至这个 OpenSeal 大家可以看画面变化 诶 突然就有调色效果了 对吧 好 我播放 看有没有卡顿 没卡顿 这会儿呢 可能大家有点不承认啊 有点咯噔对吧 这个是因为 我们在这边有预渲染 好 再回到这边 我们再看一下Premiere 因为它影响CPU的效能了嘛 我经过测大家不用紧张啊 我经过测试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我们需要把它退掉 没问题啊 这样我说明一下 因为可能这会儿机器在处理背后的一些工作啊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啊 就是OpenSeal呢 可以说在 Premiere当中啊 虽然它是MAP Premiere呢 可以说做这个4K剪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款显卡 但是呢 如果 我们在这个 Final当中呢 做这个4K啊 可能 就有点勉强了 当然了 我们最终呢 今天也可以总结一下 HD7970这款显卡呢 在Premiere当中 没问题 但是 你要在 这个Final Cut Pro当中剪辑呢 你呢 可能要把你的这个效率 降低一点 因为 对我们剪辑来说 大部分时间 我们是在思考 对吧 思考这个 呃 怎么怎么一个 怎么搭建啊 这个故事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往往是 在一个片段上面在这看 对吧 浏览的浏览观看 对吧 所以呢 当我们把后面的思考好 在操作的时候 前面都已经渲染好了 这个呢 是苹果我觉得特别特别厉害 特别人性化 特别高效的一个功能 Premiere就没有这个 预渲染功能 因为它那个 也有 但是很激烈吧 选择一个区域 预渲染好了再播放 啊 没有这个 就是这么自动化一点 我觉得 啊 那呢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做代理剪辑 代理剪辑那就随便完了 我刚刚也提到过 1080P高清 剪辑是完全跟手的 完全没有问题的对吧 那另外一个 你加载一个插件呢 也在这边 是不影响的 那我觉得可能是这个 苹果呢 对OpenSeal技术啊 是不怎么及时了 那 再退一步讲 我们这款显卡 已经有五六年的历史了 甚至七年啊 它还能帮我们干活 而且是4K 尤其搭配这款快十年的老爷车 Mac Pro呢 十年年龄的一个机器 还能这么干活 还图它什么呢 当年的 高高在上的 现在呢 飞入悬场百姓家 啊 搞得我都 收藏了富台 我希望大家呢 如果 啊 刚起步的阶段啊 或者说 想 比较 内心平静的 做剪辑啊 做专业定心的话 还是这款机器 我觉得还是可以 完全购买的 它让人舒心放心了 功能一点都不差 而且你看它整个这个 配套设计啊 你现在弄个 即使弄个黑苹果 我就感觉 黑苹果最终还是黑苹果 没有这个剪辑 做专业啊 特别剪辑啊 设计 内心一定要有一个 外延的一个 跟你内心 匹配的一个 神器 就是它 在我内心是这样的 当然我也有Map Pro 也很喜欢 OK 那今天呢 就给大家看了 这款显卡 在我们一代神级Map Pro当中的 实践能力 那么之前我也提到我RX480呢 这个跑分呢 在这上面是非常非常厉害 而且也是可以免去的 虽然没有小苹果啊 我目前发现 480 在整个 目前显卡当中呢 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500元左右的售价 但是却可以达到 N卡大概是1060那样的一种级别的 院刷速度 剪辑速度 当然了游戏上面我就 不太关注了啊 专业应用上面RX480非常利害 咱们下期就看RX480 OK 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大家 点赞联系我 有问题大家一起交流 耶 OK